中国北京一家木材工厂失火 现场冒出了滚滚浓烟 一度笼罩市区 目前没有传出任何人员伤亡报告 位于北京丰台区的这家木材工厂 星期二下午发生火焕 画面显示 现场浓烟滚滚 黑烟直冲天际 据了解市区多处都可以看见 远处飘起的浓烟 不少居民到附近没关 而现场也出现了多辆消防车 消防人员是在下午2点34分接到通知 当局在晚上8点左右 已经派遣了多达56辆消防车到场救援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